大家好,歡迎來到滋味館 不時不食 最近見到冬瓜好靚 賣了夠靚的冬瓜 今天就用腐乳炆冬瓜 有加冬菇和豆泡 我這裡浸了4隻 厚一點的冬菇 將冬菇定剪掉 然後去除多餘的水份 我特地用厚一點的冬菇的 所以可以斜斜地切片 剩下的冬菇水要保留 這裡有4盎司豆泡 要用熱水沖一下表面的油漬 將豆泡撈起後 要將多餘的水份擠壓出來 最近見到的冬瓜好靚呀 買了一塊冬瓜仔,兩磅半 冬瓜要去皮呀 然後冬瓜籠也蓋起來呀 再切開你喜歡的大小 還要準備多兩片薑和兩片蒜頭 接着开一个腐乳酱 有三砖腐乳 加一汤匙腐乳水 一汤匙生抽 和适量胡椒粉 要将腐乳彻底压烂 将汁尽量搅拌均匀 可以开个粟粉水 埋个薄芡 这个菜不埋芡都可以 加些油 将锅烧热 爆一下姜和蒜头 接着加入冬菇炒一爆它 不要动它 热一热冬菇 接着灑半汤匙的厨用酒 搅拌一下冬菇的厨味 再将冬菇推到一边 加少许油 用来爆一下腐乳酱 将冬菇炒均匀 将冬菇炒均匀 冬菇和豆菇 都可以分别加入 都可以分别加入 将冬菇和豆菇炒均匀 把冬菇和豆菇炒均匀 刚才剩的冬菇水 加些冬菇水 要来煮淋冬菇 蓋上蓋子用大火將水煮沸 沸起後轉到中小火 煮大約5分鐘 視乎冬瓜切得多大 現在嘗試味 不夠鹹味可以補加鹽 我覺得鹹味就夠了 欠少許糖來中和味道 加少許就好了不要太多 這裡有得選擇可以不埋芡 我就想醬汁滑一些 加少許粟粉水埋薄芡 天氣開始回暖 賣到漂亮的冬瓜都可以這樣煮 加些富裕下去更加香濃可口 今集這個蚊冬瓜就講到這裡 歡迎訂閱分享和點讚 有時間請幫忙播放廣告 在下一集我們再見 contra方家 我可以看到 說到實質地 這麼有條件 康圾 有,這裡 在這裡 有,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 有,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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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裡